并不是很健康 我就听说这么一个事 就是有一个女孩呢 他喜欢这个狗 养条狗 然后呢 他出个男朋友 结果在这生活当中呢 处处以狗为何行 他男朋友就挺生气 有一次呢 就一来气就踢了这狗一脚 结果这女孩进厨房里 拿把刀就冲出来 把他男朋友给砍财费了 你说这女人得多忙 我听这消息我就想 这样的女孩 你还找男朋友干啥呀 就跟狗过一杯鸽了呗 我说这意思就有的人 对这个宠物的感情 他有点超越了正常的限度 有点不正常 在公共场所 五花八门的宠物犬随处可见 这其中不乏带有 攻击性质的大型犬类 随之而来的是 屡见不鲜的宠物烧人事件 出现了摆放时间 长达半个多月的小灵堂 此举也引发了小区居民的不满 可在陈女士看来 这一行为仅仅是为了寄托 自己对流浪狗小黑的思念 我以为是菊花 事实上我是用花架 这是完全家里面的东西 那我的花架上面 就刚好摆了一层很新鲜的 这个叫做西洋梦袋 那恰巧它是黄色的 因为我觉得黄色也有 带着有神圣的意义 那我只是为了要拿这个花架 要压住我写一张怀念小黑的壁报 这种情绪在很多养狗的人身上都有 当然我说这不是主流 就是有一些人身上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再比方说咱们说养大型狗的人 这样人有的说他的心里 确实是对着大型狗觉得威风 再觉得狗忠于主人 这都没有问题 可是有的说你牵着这大型狗出去遛弯去 要别人见着狗害怕 发生尖叫恐惧 这有的狗的主人还乐呢 意思你看我这 这什么这感觉 所以我说有相当多的养狗的人 就他的养狗文明程度没有提升上来 但是这个时候就带来了多种问题了 首先一个 咱们看不少小区里头 这养狗的尾声问题 有些养狗人相当不自觉 有相当多的人出门 根本不带着小铲子和塑料袋 就是说把狗的粪便直接拾得起来 所以我到有的小区 地上简直就没法看了 有的小孩穿着干净鞋出去回来 你看鞋底全是狗粪 就是这种文明程度 在我们很多的小区里头 根本没有得到普及 就是你一遛狗出去 让狗拉尿到外头 你家里倒干净了 那别人还要不要呢 环境还要不要呢 所以我说这都是养狗人典型不文明 这种所谓的就是 卫生问题包括扰民 狗吃叫唤这个 这些我们忍一忍都行 但是这个大型犬的威胁问题 像我们前面一开场提到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女同被藏毫咬伤引发关注 恶犬商人 饲养者该承担哪些责任 把民事追究上升为刑事责任 是不是最佳的解决之道 英美国家又有哪些高招值得借鉴 从犬只买卖到饲养管理 城市狗犯问题不断 犬只管理条例还有哪些不足 不及待规范 本期老良观世界 这事儿不赖狗正在播出 小否继续为您烦上演 城市养狗引发舆论争端 我都这样挖一手啊 人可能人越来越多了 然后经常带到公共场所 肯定会对人的那个安全造成习惯 特别是小孩 噪音扰民 分辨污染 养狗人眼中的小宝贝 何以成了他人的眼中兵 个人爱好与公共权益 该如何平衡 解决狗患 究竟靠自觉 还是靠重点 地铁拒绝倒忙选乘车 又引爆了怎样的口水战 工作权与宠物权的区别 到底在哪里 本期老良观世界 为您深度解读 这事儿不赖狗 有的人说没事 我养藏狗 这藏狗最听话了没事 问题是藏狗听主人话不假 它可不听别人的话 而藏狗是一种非常具备攻击性的权种 有人说我训练的好 你可别提你训练 你个人这种训狗水平能到哪去 你达不到那高度 再一个藏狗本身 它是高原地区的动物 你给它带到平原地区来 都违背这个狗的本性 它可能在性格上 习惯上就会发生某些变异 何况再有的所谓大型犬 你认为它挺好 其实它的品种不纯 杂交就我们所说的串 这时候狗的脾气 可能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恶犬伤人的事件 在生活中并不显见 2013年6月3日 在山西运城龙居镇赵村 一名八岁的小姑娘 正在街头玩耍 可这时不知哪里来的一只藏狗 突然将它扑倒在地 虽然女孩奋不挣扎 可藏狗依旧将它死死咬住 幸好被一名路过的村民 及时发现 在不断追打之下 小姑娘才得以逃离 藏狗血口 据统计 仅在2013年6月 一个月时间里 全国接连发生 多起藏狗伤人事件 这一在城市禁养的凶猛犬种 即便在农村 也应该严加贪管 可是很多饲养者疏于管理 甚至故意散养护院 这种不负责任的养权方式 导致了悲剧不断重演 你说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呢 现在关于对这个养大型犬的规定 好多地方都不合理 你比方说养狗 有的地方说那这狗一旦要咬着人了 那就算民事赔偿行为 这个狗的主人必须得是把受害者 直接送到医院去 垫付医疗费 然后适当赔偿 要说把人伤残致死呢 有的地方规定要负行事责任 有的压根还是民事责任 其实在我看 只要是把人咬了 这个主人应该是伤情轻重 伤情要重一点 有一个借鉴 主人要负行事责任 你要拘留的甚至判刑 因为这个就等于什么呢 你在一定程度来讲 你要负责任 因为狗 你作为狗的主人来讲 就相当一定意义上的监护人 他犯了多大过错 你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我国这个 清缺责任法和民法通交的规定 那么它是一种无过错责任 不管你咬犬的人 在主管法是否有过错 那么只要你施咬的动物 是人所害 都应该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所以我们说这是 第一个法律问题上 应该再往前迈一路 对这种现象进行严惩 第二个是 咱们很多城市规定 不能养大型犬类 可是你看看城里边 经常能看着大型的狗 这个原因就在于 我们现在监管不力 你看很多城市里边 有这个狗事 卖狗的地方 那里边大型犬非常多 买走了之后 基本上没有工商部门 公安部门 和一些畜牧部门 在这管 说这狗到底卖哪去了 比如说那人带哪去 人带着农村羊 你还能管着 就算是这样 那么这狗要办养狗证 要办相应的卫生证 健康虚可证 没有人从狗事那块 这关拔住 都觉得这钱是冤了钱 所以像这些诸多环节 相关的政府智能部门 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 所以现在你看城市里养狗 出现诸多的问题 这都不奇怪 其实我去过一些西方国家 他们养狗地方 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那如果狗的主人 没有把狗看好 狗除了伤着人 那坏了 这就等于天塌下来了 就跟你这人 直接去伤害别人 区别都不大了